这只儿哈的待遇太大 面对如此胸口的狗狗 他毫无畏 随着铃声响起 儿哈直接哭向狗狗 手终瞬间打作一团 就在他们互相CF时 忽然一声残叫声传来 瞬间在场 不仅待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完蛋几秒 就把狗狗羊放了起 台上立刻乱作一团 儿哈见主 一个纵身挑上狗箱 准备撑完狗狗 却被主人堵在脚围里 主人勇气疲惫 图图只打在儿哈的身上 儿哈发出阵阵哀号声 对着他大声嘶吼 这时主人变成家里 打得更凶 突然儿哈一口咬住屁面 然后用力把屁面折扬 一个恶狗故事 把主人扑倒在地 然后朝过外跑去 这时再也没有人敢做完蛋 站在门口的小美 看着儿哈气球的影神 一点点打开门 儿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夜晚 每地方住的小美 都进了一间藏库 想要在这里过夜 就在这时 儿哈突然冲落出来 看不出疗牙 对着小美凶 死耳 小美吓坏了 她这才发现眼睛的根本不是狗 分明是一片狗 难怪还都在斗布场 可以轻松地杀死狗狗 为了捍卫领地开始发出电话 直到对小美发灾 她才放下防备 小美在领走前 把自己井上的办法 无数远远远远远远 第二天清晨 小美穿越这片森林 岂可难难地摘下烟 可是夜骨又骨又死 难以下烟 于是她来到回遍大可 祸首重镜 突然 小美从倒影中 发现灰狼在冷冷盯着自己 她当时就吓哗了 只见灰狼叼着野兔 默默站在对岸里 然后把野兔放下 还没等小美反应过来 灰狼消失在了丛林里 饥饿的小美没有多想 烤熟野兔大口地吃了起来 可还没吃几口 突然天空开始下起了青稳大野 她躲进了附近的山洞 外面响起了阵阵的南山 但小美却并无害怕 从母亲去世那一刻开始 她就学会了坚强 这次父亲为了工作 去了一千公里以外的伐木场 临走时没来得及打招呼 只留下了一封信 这次她准备独自一人寻找父亲 表面上勇胆的她 其实内心充满了恐惧 这时灰狼再次出现 虽然小美被吓坏了 可这次她坚决不会离开 因为她实在是又没有过 她对着灰狼说 第二天醒来 才发现灰狼正躺在她的身边 而自己正躺在灰狼的身上 难怪这一夜她睡得又香又暖 而且灰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洞口 她一夜没睡 一直在守护着小美的安全 自从吃了小美留下的半块红薯 她就把小美认作自己的主人 她要一直守护着她 小美非常高兴 此后在灰狼的陪伴下 小美不再孤单 于是给灰狼取了名字叫奥斯卡 然后一人一狼踏上了巡浮之旅 他们一起穿过山林 在森林的边缘发现了一个农场 小美想去找些事物 但奥斯卡却停下了脚 因为她知道她的出现 势必会带来麻烦 小美没有坚持 独自来到农场主家 农场主一家非常热情 在得知小美的悲惨人生后 他们把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小美 可就在这时 屋外的奥斯卡忽然警觉起来 她狼嚎一声 农场里一只狐狸正在投机 守在门外的奥斯卡正好看到这一步 她愤怒地冲向寂寞 但她却不是投机 而是和狐狸打坐一团 正在这时 农场主拿枪赶快 看到勇之影了 她不分轻轰造来 拿枪对准了奥斯卡 小美健壮 一把推开了农场主 她来不及解释 只能叫上奥斯卡急忙逃进树林 不久后 他们流浪到一个象征 一群混混想要搭讪 奥斯卡健壮立刻录出凶人的了解 好在他们没有恶意 只是想拉他们加入帮派 还给他们提供了食物和注重 幸福来得太突然 女孩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混混们把小美带到一头公牛面前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小美有些失忆 小美直接跳过扎门 立马与公牛对峙着 公牛没有后退 她压低身体不停地跑顶 此时的奥斯卡眼神坚硬 发出低声的嘶吼 提醒硕大的公牛见状掉头就跑 这时等在门口的混混顺势打开扎门 公牛直接跑进了卡车的车厢里 混混直接跳上卡车 开足马力迅速逃离 小美想要上车 可车座实在太快直接摔倒在地 就在这时 农场主打枪赶到 最终小美和奥斯卡被抓了 现小美被关进管教所里 而奥斯卡则被铁链罗困住 小美苦苦哀求 想让他们放到奥斯卡 可几名保安根本不灵活 直接将她装进互相交给的农场主 第二天一早 小美在朋友的口中得知奥斯卡要被冲决 她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 除了父母 在这个世界上 她只剩下了奥斯卡 于是就在这天夜晚 她偷偷撬开洗手间的通风口 在朋友的帮助下顺利逃出管教所 小美赶到农场 可她并没有发现奥斯卡 于是她抄起了一把铁铲 准备攻击农场主 农场主却早已发现了她 示意她来到一旁 小美有些不解 紧接着农场主打开拖铺 奥斯卡从里面钻了出来 直接冲进了小美的怀抱 小美高兴极了 她以为再也见不到奥斯卡 第二天 农场主将她们送上大墓 知道路途凶险 她将所有的钱都给了小美 为了表示感谢 小美献上一文 不知走了多久 一辆汽车停在她们身边 这个司机特别热情 要求女孩一起乘车 一路上这位大叔十分热情 可随着汽车拐上小路时 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说话坚守就搭在了小美身上 小美有些抵触 可大叔越抱越紧 就在这危机时刻 奥斯卡直接撞碎玻璃 狠狠咬住老变态的肩膏 小美趁机跳下车 奥斯卡也跳下车 跟着小美迅速逃离 不久后 他们来到一处难民旅 在这里他们认识了小山 正在他们攀谈至极 一群土匪也冲了滚 他们烧杀抢阅 吓得难民四散逃走 小山见状带着小美迅速离开 男孩趴在火车轨道上 随着震动声越来越近 没过一会儿 一列火车缓缓失败 男孩知道时间到处 就在他们准备跳上火车时 忽然树林传来一声忙吼 奥斯卡直接向着森林跑去 小美在后面呼喊 奥斯卡回过头来看了眼 还是转身走进了森林 时间不短 小山迅速爬上车厢 伸手想要拉上小美 可小美追着火车 却迟迟不肯伸手 小山说母狼在山上呼喊奥斯卡 她是不会问的 小美终于喊不动 小山一把将她拉进车厢 小美还是不甘心 她连连不舍而吵着水面忘了水 她不相信奥斯卡就从离开了自己 正当小美沮丧的时候 奥斯卡突然从水面里窜出来 开始追着火车奔跑 追上小美的车厢 然后总身一跃跳了上 小美像抱住旗鱼一样 她紧紧抱住奥斯卡 奥斯卡知道自己做不错事 顽皮地靠近小美井派有两个 经历千辛望 小美离父亲的地方越来越紧 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小美不舍得和男孩领连 不久后 她来到父亲的房间 小美终于安定了下来 可时间久了 她就忽略了奥斯卡 她每天都喻喻患患 一直趴在窗户上望向族鱼的方向 突然 森林传出几声网嚎 奥斯卡直接冲出门外朝森林的横去 原来在这里 奥斯卡并不幸福 小美似乎欲感到什么 她紧紧抱住奥斯卡 就在她犹豫之际 森林身处 狼嚎声再次响起 奥斯卡留不住口 小美知道现在已经到了第一季的时候 她一意不舍得对奥斯卡的说话 听到主人的命令 奥斯卡兴奋地冲进森林 可谓抛量 她要回头望向小美 眼神充满故事 小美强忍着泪水 对奥斯卡说了 奥斯卡转身跑进了 那些巷弄的地方 如一会儿就消失在小美的誓言中 看着奥斯卡渐渐流血 小美的眼泪终于哭泽 瞬间滑落下来 不久后 小美受到了父亲的安心 在历经千山万水后 他们终于团聚了 而奥斯卡并没有走远 她站在高高的山道上 一直注视守护着小美 千百年来 狼背负着人们沉重的偏见 而就是这样一种 在人类眼中凶残无情的动物 舍弃自己的同伴 默默守护着一个人类 经历不说鬼难和威胁 她从未放弃自己的使命 只为了报答半块红手的勇气 他们怎样对待我们 最终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们 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偏见 学会聆听大自然的教语 少一些伤害 多一些关爱 我是卡卡 我们下一期见